我书包呀 这是书包吗 这不是我书包吗 这不是书包吗 你跟我说这是书包吗还是书包吗 这是我就是我的包吗 我如果能耍出来滴滴代价 这个是不是书包 是不是书包吗是咱们 这咱们就不是书包了吗 你告诉我 昨天就是我们滴滴代价人 去这个我们朋友自己开了一个店里吃饭 去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区别我 然后让我把衣服淘掉 然后把灯牌关掉 滴代价人把夜市的负责人叫上来 然后说说那个夜市它是包厂 我们不是滴滴代价吧 是接单方式让我们就是线上单 让我们就是去属这样的店面 复刻在夜市里面 然后下单我们去接单 然后进去的时候 他们去代价人是站在门口 我们进去以后 他们去代价人就跟在我们后面 有时候我们还用那样的 恶意竞争的方式 把这个单都抢过来 那你是不是意思是 不让我穿着代价在这买家的 在这吃饭嘛 就是意思嘛 我明确一下就行了 诉求就是 所有代价公司 然后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 不是出来晚上辛苦挣钱的 也不希望人到哪去 被人撵过来撵过去 不是我书包吗 这不是书包吗 你跟我说这是 这是书包吗 还是广告 这是我就是我的包吗 不太了解 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业务 我平台从来没有规定过 说要到一个地方 就不让其他这个平台去 那你是不是意思是 不让我穿着代价在这买家 在这吃饭嘛 就这个意思嘛 我明确一下就行了 因为去年的时候是 因为两三家代价公司打价 严重影响了我们夜市的正常经营 当时滴滴代价的这个 不太那个杂不太吝望 我们就没用人家的 滴滴他觉得要是觉得不合适 他可以当面过来找我 都可以 因为我们也没有牵扯到垄断呀啥 我们家吃饭来了 你这样是不是搞得 我们也很难看 知道